是單數的 表示這個工作表 被怎麼樣呢 特別注意喔 它預設有一個Select Change 那我建議你不要Select Change Select Change是哪個選舉區域被改變 好像也可以啦 不過我建議喔 你可以改成另外一個事件 叫做Change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工作表裡面有任何的儲存格 被改變的話 它都會告訴你 好 那怎麼告訴你 藉由什麼 有一個物件 叫Target 這個Target就是 As Range As Range指的就是 哪個範圍 或者哪一個儲存格的意思 那你把下面這個刪掉 那我們怎樣呢 判斷一下 如果 Target是哪一個儲存格呢 Target是 C2的話 也就是這個 這個工作表物件裡面的C2 那怎麼寫 if 好這邊的話呢 就打一個if if target 欸 target等於 點 點什麼呢 點 address 這邊的話你可以找一下 address address指的是 target這個裡面的位置 等於什麼呢 雙引號 記得喔 這個地方的話 打一個 c2 但是記得前後都要加一個 $符號 c2 這樣子 如果 那個被改變那個是 c2 才去做下面是 then enter兩下 and if 做什麼事呢 call 剛剛不是有寫一個 模組裡面不是寫好一個查詢 那你就怎樣 不用重寫啦 不用這邊call過去嗎 不用你就call call它就好了 call 查詢就好了 ok 如果沒把握的話 你這邊點一下充斷解 我們試一下喔 如果這裡面被改成004好了 欸 它停在這裡對不對 targeting address裡面變什麼 欸 c2 有沒有相等 相等的 欸 剛剛沒切是不是 沒切 有切喔 ok好 那 這個時候它會進到 這個 這個邏輯會嘛 F8 進到 然後去call 查詢 所以這個時候它又怎樣 去跑一下 有沒有 欸 就會跑一下 那中段點也可以拿掉 ok 好 這樣的話 欸 002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就walk了 所以喔 以後呢 這個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很多同學問說 老師 如果這個儲存格改變了 我可以順便連動好幾個 可以很簡單嘛 你就是 判斷一下 喔 所以這個 這一招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所以很多同學問 類似的問題啦 關鍵就在這裡 你 記得第一個 哪一個工作表 哪一個儲存格 對不對 它會告訴你 所以以後用call的就好了 反正你就 複製過去 知道原理原則就可以 理解就好 不用十倍喔 call什麼 查詢 那你可以 在這個底下這個地方做其他的啦 比如說你要變動 你就把裡面的詞 call到另外幾個去 不就好了 OK喔 另外我程式還有做一些變動 就是說 在雲端上面喔 因為可能會有狀況 什麼狀況呢 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把其他也變空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等於是 在雲端上面 再做一個判斷 這一段 意思是說喔 如果 這裡面的話 假如是什麼 delete掉 如果你delete掉喔 剛剛它不會 不會有作用 那我們要delete掉 也可以把其他的delete掉的話 就多做一個事情 什麼呢 一副 range C2裡面是空的 那就把其他也變空的 反之才去查詢 OK 所以大概多這些啦 其他應該沒問題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這個地方很好用喔 OK 畫面還給各位喔 記得就觸發一個叫 sheets的change 這個change 是一個叫做 事件 那在VBA裡面的設計 還有一個重點 是叫事件驅動 什麼事件發生了 就會去執行底下的程序 OK 所以這個觀念如果有的話 以後在VBA裡面 你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當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去做什麼事情喔